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的画呢 他非常现实地在这幅画当中 画了一个阶梯 更重要的呢 在最上面有个太阳 并且呢 还写上了两个字是高峰 阶梯的下边 他画了树 画了花和草 这是一个猛一看 是一个非常阳光的选手 但是呢 通过这幅画提醒这位选手 这个困难呢 是你自己画出来的 那就说明你现在的内心 正在经历着一个艰难的攀登 所以我希望你呢 要把自己内心 给自己设定的这个困难去掉 这样的话呢 才能真正地面对 一马平穿地向前走 好吧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汤勇的时长情商课 如果你必须和不喜欢的人 一起完成一项工作 你会怎么做 我会 让他完成 我会让他完成 让他完成 对 你怎么让他完成 我给他讲点笑话 让他在旁边 听着我讲笑话 把工作给完成 确定这是你的回答 对 我想对你说的 你刚才展示的不是情商 特别像做一个脑筋急转弯 你对于职场完全没概念 所以你的那个大脑链条反应 不是一个职场人该有的素养 那再绕回来 也就回到了 如果你想到正规的企业里面 去工作还挺难 可是你身上真的有优势 所以千里马需要找伯乐 如果有欣赏你的 说你说在这方面 有异于常人的天赋 那你就要去试一试 对 老师还是你懂我 老师你最懂我 谢谢 来吧 刘登的三位企业家 第二环节的最后 请做出选择 谢谢江 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江鹏 谢谢 谢谢江老师